好 这位命理大师翁三雄他本来是相当低调的 好几次也都不愿意面对媒体 但是就在上个礼拜天 在蔡英文竞选总部的上乡仪式当中 他受到关注了 因为据传他不只帮民进党上上下下 很多人看过了风水 包括民进党中央的办公室的格局 还有蔡英文竞选总部的风水跟开张的时程 都是他亲自指点的 果然在指点之后 蔡英文的人气大旺 因此他被誉为绿营的新国师 铁口直断 良辰吉日加持 小英将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总统 她就是被誉为绿营新国师的命理师翁三雄 23号在蔡英文全国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上乡仪式现身 嘴里念念有词 坐镇运筹帷幄 民进党从上到下谁都得尽他三分 小英板桥总部的格局风水到开张时程 都是翁三雄亲自指点 不知是否巧合 却是让小英人气民调一路攀升 包括民进党中央党部 党主席办公室跟财务办公室 风水也是经他整顿 让民进党财务状况大大改善 据说吴魁夫人蔡令仪也曾慕名求见 但遭到婉拒 跟地方渊源颇深的翁三雄 当初是同为嘉义人的陈敏文 推荐给党内跟蔡英文 屡见战功打响知名度后反而行事低调 上个月高雄市议会搬家 议长许坤源找他看风水挑日子 使翁三雄近日来少数公开露面 嘉义一族的工作室更是大门深锁 原来担心泄露大选玄机 竞选总干事吴乃仁早就对他下达封口令 原本就很低调的翁三雄更是狂躲媒体 让这位绿营新国师显得更加神秘